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日本建设机器人学会会长新井建生 撰写一篇题为《中国找到一条合适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文章 文中提到中国非常重视科研和人才培养 中国将在更多科技领域实现创新 作者表示中学时学过中国历史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景仰 中国历史要求日本和中国有着深远的交往 彼此互学互建 200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 到上海参加一个与机器人研究相关的国际会议 上海是高度现代化的城市 同时保持着中国传统特色 还访问了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 那里设施先进 人才积极 这让新井建生意识到 中国非常重视科研和人才培养 这次访问刷新了新井建生对中国的印象 深圳的飞速发展和科技进步 尤其让新井建生印象深刻 作者认为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而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 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新井建生在日本通产省工业技术院 国立机械工程研究中心和大阪大学工作40年 主要从事有足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微纳机器人等领域的研究 领导的团队研制出世界上首套高速微纳 操作机器人系统 还是世界上首次实现了自动化的三维细胞组装 新井建生认为 随着数字产业发展 智能机器人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微纳技术被认为是未来10到20年最有潜力的技术之一 由于体积微小 可以更加高效地传感和传送能量 微纳技术能为环境 通信 食品 医疗等多个领域带来重大改变 微纳机器人可以为智能机器人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切入点 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和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等因素相辅相成 所谓建设机器人是指用于建设工程方面的工业机器人 很多日本建筑企业较早就开始建设机器人的研发 但大规模利用的程度不如预期 原因和经济规模 升级换代成本等都有关系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 中国经济拥有雄厚的基础和广阔的市场 为机器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 新锦健身强调 利用自身优势在某些领域集中大量高素质人才 进行科技公关 中国将在更多科技领域实现创新